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路宿者控告政府2019年 无理清走他们的个人物品 两年之后判决出路 赔的一百元我们觉得是一个耻辱性的赔偿 判方第一个路宿者记录是在1981年 40年来问题有没有解决到呢 香港是否遗忘了这群人的存在 你是80岁 我都想你有个地方 不用你常在街上 因为我当年有需要的人 要遗忘了他们 他们都是社会方面遗留出来的 一群个案 才会去到无家的状况 欢迎收看新闻透视 公园、天桥、隧道 大家都可能见到越来越多人路宿街头 近五年香港的路宿者人数大增七成 政府一直有为他们提供中途宿舍 不过不少住完之后又再次路宿 在有屋和街头之间来来回回 为什么呢 政府不时会采取清场的行动 但之后路宿者又回到旧地聚居 可以如何解决 这个码头有搭街道过海的市民 亦是几十个路宿者的家 这日政府联合部门清场 对路宿者来说已经是家常便饭 他们早已把家当搬到码头外面的空地 这次清场相关的政府部门 已经在14日前贴出告示 直环署人员用大车夹走大型垃圾 之后再用水枪洗地 不够一天 路宿者就回到码头 再次捉起木板 你们现在筆是哪一只 我先写第一 一号 一号 Julian一直关注码头路宿者很多年 每次清场 他都会负责从中协调 偶尔也会亲自去码头 派饭给路宿者 两个星期之后 我们跟着Julian再次来到码头 一个个的木屋已经再次搭好 回复清场前的情况 暖不暖啊 够 这里幸好有我们这些民间组织 去支援他们 和政府部门收船 所以政府就肯 就有一个妥协式的处理 每次就让你把东西放好去 然后等它洗完地 然后就默许你进入 不过Julian说 这里只是个别例子 不同的政府部门 就会有截然不同的处理手法 我们官堂这个码头 相对处理得比较弹性一点 人性化一点 但是其他跨区的例子 比如深水埗就不是了 几个月就突然间做一个突击行动 把他们所有东西当成垃圾扔走 执法的不一致 就是正正因为香港 没有无家者有钱政策 所以政府部门 就是不同部门 有不同的考虑 还有执法 根据法例 政府有权清理 任何被非法佔用的土地 但假如相关部门执政来做 不让路足者回到码头 他们就无处容身 老实说他们有经济能力 去租劏房 其他他们都不需要睡街 政府一味就是靠驱赶清场 是解决不了问题 只是把问题掃到地毯底 近五年路缩者人数上升七成 但是同一时间 政府资助的缩位数目 只是增加了六个 亦非政府机构自负盈规的缩位数目 更加下跌了近二十个 整体的缩位不升反跌 公园每天清晨七点洗地 住在这里的路足者 在清洁人员来到之前 会先收拾好床铺 七十多岁的朱伯起床后 就会带个空水瓶 去到附近的餐厅吃早餐 减少了那班人 好 清晨 短短两个小时 就是他整天唯一 会和其他人聊聊天的时候 朱伯在内地有头家 因为疫情封关 这一年多都要在街头露宿 离开了那些家人 差不多一年多两年 那当然想回去 好过你一个人狠狠狠 在香港做流浪汉 但是住检疫酒店的费用 就令他却步 你肯付钱就可以了 现在我听那些人所说 大概四千元至六千元 好像我们都失业了 突然有个离子 突然出一天就要给他这么多钱 那么何苦呢 虽然到了退休年龄 朱伯仍然有一份清洁工的正职 同时也有拿生果金 但他说有钱也宁愿存起 他 以后我从来生活 我现在有得做 我不敢担保我以后有得做 绝对没有 我本身已经退休了 但是我的身份值拿出去 是人家手手手手手的 你三个金 你到现在都未够四千元 你租一间 不要说什么了 八十尺很小 我想你都要超过四千元 那你给了他都不够了 不用吃了 我寻愿我选择是吃了 朱伯曾经住过非政府组织 提供的中途宿舍 最多是给你住三个月 那我住了三个月 没有分复 因为我起码不用求别人来 我都不用求你政府 我养护我自己 就这么简单 曾经上过楼 最后都是回到这个公园 这个粮庭 值地而睡 社区组织协会 2019年的调查显示 露宿舍平均再次露宿的次数 是4.16次 社署回应的时候说 受资座的宿位 入住期一般最长是六个月 而社署没有被传露宿舍 在入住宿舍之后 再次露宿的资料 即是说社工会因应他们的需要 作出更进 我特意选择那张床的旁边 都认为追尸会 所以今天有牧师 有人吹笛 是想告诉社会 他都要一个体面的追尸活动 2019年冬至前夕 康民署联同防暴警察 在无事先通知的情况下 清走通州街公园里 露宿者的物品 毛家姐告政府 社协联同14个毛家姐 入稳小额前债处 施法之后接近两年 终于有裁决 法庭判政府 需要向每位的露宿者 象征式赔100元 赵金兴是今次其中一个受害者 可惜的是 他见证不了这场打赢的官司 赔100元 法官说是象征式的赔床铺 没有了 我们觉得是一个 非常耻辱性的赔偿 新闻堡卖三折那些 都要到298元 一张皮也要百多元 枕头也要几十元 加上接近500元 这次 吴慧东和多个露宿者 因为清场入稳告政府三次 三次都是因为 政府没有事先通知清场 而扔了露宿者的物品 历史一次次重演 政府说他没有 无家者友善政策 但反过来 我们每次都感受到 不同的部门 在采用无家者 不友善政策 这个行为 可惜香港没有政策 所以我们未能 向哪个部门去投诉 所以我觉得 如果有政策 我们就不需要 再用法律的途径 深水埗区议员李亭峰 经常收到 街坊对露宿者的投诉 这一天 他就来到通州街公园 隔离的公共屋邨 了解最新情况 那里不是要睡 那里的公园就变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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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李亭峰提出 那里的公园就变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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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居民说 会关心卫生 关心味道 或者可能关心治安 我觉得这都是表证 但最重要的问题 其实背后反映的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会觉得 他们自己住 他们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是被入侵 如果有一个无家者宿舍 实际上可以帮他们做一个适当的区格 令他们的滋扰 或者他们感觉到不方便会减少 他也说就算单单在公园的路宿者 已经接近50人 仍然是少数族群的少数 要争取一块地来安置他们 并不是易事 很多不同的利益群体 其实都会在空间争夺 战上都是有些碰撞 假设我们有限制用地 既然政府都获得一地多用 我们可否用这些地方 可以满足不同持份者的需要 2017年深水埗区议会 也曾经通过推动无家者有善政策议案 而去到2019年的议会 又再度提出同一个议案 觉得政府你踢都不动 到底怎样才肯动去处理 都已经说五年前的事了 去到换了一届区议会都还处理呢 其实我们真的有点失望 不少非政府组织 专门提供服务给露宿者 既有善食 也有过度房屋 但他们都说想帮都帮不到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下一节再看 香港的露宿者问题 最早可以追溯去到社署1981年 第一次为露宿者设计电脑资料系统 事隔超过40年 今年登记的露宿者人数突破1500人 这么多年来露宿者的问题是解决不了 还是不去解决 要解决又应该怎么入手 通常这些箱子就是这些 两个 这些是一个 抹着抹着抹着 到我们睡醒了 翌日拿去收好 像现在这些 这些是快些 马上这些是拿去睡 收起来 五十八岁的阿强多年来 都是做清洁、仓墓之旅的工作 被裁完之后 一段长时间都找不到工作 同时间因为租屋 用了一些积蓄 自此就开始露宿的生活 在街露宿 我觉得都是好像丑事 不想让这么多人看到我的样子 想我躲在那里 这个地方每天早上六点 就被保安叫醒赶走 晚上十一点才能够回去 中间躲十七个小时 几乎由尖旺一带 每个角落他都走过 都很无聊 都不知道去哪里好 多数有时四围走 坐下公园 找不到一直都 很难找到工作 其他远的地方有工作 我又没有车钱 没有钱坐车去 有个家当然好很多 不用说四围六宿 日晒二临 就是比较稳定些 这样的日子 阿强过了两年 直至有非政府组织主动接触他 安排他入住机构提供的宿舍 以及帮他找东西 才摆脱了毛家的生活 或者是习惯了 毛家两袖清风的生活 他有了家之后 也没有特别买衣服 一、二、三、四、五、六 六件 六件就有两件是我自己带过来的 他说露宿的时候只有这两件衣服 已经够他穿足四季 一来又被人偷 二来又不要买衣服 就算是坐车钱也没有 有牙遮头对阿强来说 多了一份安全感 他记得以前露宿的时候 每晚都睡不好 这家家还有另一个住户 叫曹阿力 消费器都洗了 是 抽出来要用 用抽派到现在都要做 要自己买毛包 是 客厅的梳化 是他们用得最多时间的地方 他们讨论的话题 由消费券到这天恢复万事同食 医局街的大牌档 每晚都这么旺 两个都很旺 两间都很旺 他现在又开关了 昨天见到他 清洁 捉捉东西 回来订牙布 起码看电视 或者去喝茶 吃饭 以前不是的 以前是一个人的 在路宿街头 找人聊天好吗 大家都互相照应一下 这里的规定 和其他中途宿舍不同 只是和路宿舍签两年的租约 除此之外 就没有其他附加条件 希望让路宿舍有更大的自由度 外面很多的社会房屋计划 可能都会有一个好处 很标准的要求 例如是他一定要排了公屋 超过某一个年数 普遍都是三年 或者他需要是一个 纵援的申请人 所以有时如果我们的一些 家友或者是现役的一些客户 他们未必达到这些要求 可能他们会说 一天里面的某一个时数 是不能回去房间里面 必须要出去做某些活动 但是这里基于我们用租约的形式去定立 自由度或者灵活度都会比较大 因为他们是一个租客的身份 他是可以自由使用这里的设施 吴兆康的非政府机构 专门提供服务给路宿者 这天他见到一个八十多岁的伯伯来拿饭 你八十岁 我都想你有个地方 不用在街上 你可以来过来试书三天 看看觉得合不合适 对 我们的房子都刺了 你来试一下 如果觉得不合适 就是什么 因为我当天 你有需要人 要用 不需要我们 无谓抓住他 就算他说到口干 也说服不到伯伯入住他们的宿舍 在街上很久 那种失能感 一个自我的形象 都会更加低 因为其实社区人士的冷眼 他们都会觉得 自己是否其实是这样的人 又或者是怎样 他们求助是会少一点的 可能市民会说 老宿者九成都是吸毒 但我们的数据告诉我们 不是 我们那种叫社会污名 一个个派给老宿者 免费拿的饭盒 是由这班前老宿者负责 这间非政府机构 建立了一个工作地方 让他们从头即场 是我们会常常说 给了个基本住宿或者食物 是会令到他们可以好一点 去面对之后的困难 我们就尝试在这个地方 令到他们可以生活 有他们的规律 我留意到有个组织 就说香港特区政府 没有人关心无家者 也不知道哪个部门负责 负责的部门一定是社会福利署 因为本人曾经当过三年多的社会福利署处长 支援无家者 是我当年作为处长重要的工作之一 大概七年前 当时劳科局还是张建宗局长的时候 我们说我们有无家者有船政策 他就说有无家者政策不关他们的事 他就找民政署 我们又发电邮给民政署局长 他就说你应该找到奴福局 2019年康民署无事先通知之下 清走了路宿者的个人物品 被判需要赔偿每位路宿者一百元 当初十四位入品的人 只剩下八个 两个离世,四个失踪 吴慧东一直想找到这四位失踪的家友 我们高静峰有十四个人 有个人经常在看书 你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我不知道 好 去完一区,又去另一个区 一个有胡桑的,姓叶的 有没有这样的印象 没有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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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有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没有印象 走过一个又一个路宿者的聚集点 仍然是无功而患 清场之后 有些路宿者会回到同一个位置 有些可能就从此失去蹤影 曾经是躺在阴州街行天桥 但是三年前天桥就遗风 所以那些本来躺在天桥的人 就落去通街天桥底 然后2019年通街天桥底 做了一双铁铁丝网 又搬了 就搬进去通街公园 要用很多时间 找一些隐蔽位置 但是当有隐蔽的位置 我们是更难找到 比如私人口 后楼梯 天台 我们很难逐个大厦 三毛大厦去找 到排到公屋上楼 吴慧东也通知不到他们 譬如我们帮身这间公屋 他借我们做联络地址 因为当房处寄信来 他又不能签名回信的时候 新兴公屋就会中断 随时老公是十年二十年 有时医院打来 提他要复诊 因为通常他留了自己的电话 留了社工的手提 找到我的 但我找不到他 母人是天生的露宿者 在成为露宿者之前 他们都曾经有个遮风挡雨的架 你高压政策 处理了 他马上去了另一个地方 那你是否遲些 看不到他的地方 就是代表处理了 其实我想和市民说 露宿者都不想被你看到 但那里为什么要躺在岗位 不选择躺回暗位 因为很多暗位都被政府围封了 露宿者的数字近年有升没跌 但对他们为什么露宿街头的原因 当局未必会知道 应该如何作出针对性的支援服务 值得相关部门思考 今集新闻透视讲到这里 下星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